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4月中是缅甸年度的年节节庆 但是今年2021年 年节的气氛特别的淡 因为自从2月1号开始 新年的泼水节在军政府发动政变之后 镇压示威弥漫了全国 究竟缅甸的局势将如何影响地区区域经济 台商又将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政变的示威气氛过后 台商应该如何看待缅甸这个经济体的投资机会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 今天这集节目特别邀请到 KPMG安侯建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海外业务发展中心缅甸区主持会计师杨树芝 他同时也是缅甸华侨 要请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缅甸在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可能的观点 欢迎妹 哈喽 妹你好 你好Peter 是 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妹 在过去 缅甸曾经发生过 这样子类似的变动吗 那这一次军人的这个政变 它有没有主要触动的一些原因呢 缅甸它从今年2月初开始发生这个动乱以来 那对民生来讲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在过去也曾经有发生过 也有类似的案例 是 在1988年的时候 也是有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一个示威 影响到了民生的生活 那次的案例 那次的动乱 跟这次触动军政府发动的政变 也是相似的原因吗 在1988年的时候发生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弊别 就是壁纸有改变 那当时人民拿到的旧的弊别 要去换新的弊别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全部换到 那它是接二连三的有一个变动 然后导致民生的财产受到很大的一个缩水 那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一个示威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非常小的时候 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示威 就是人民上街示威 好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 那突然有一天 军政府突然间就开枪 这个镇压民众 那从那一天开始之后 那个大规模的示威就比较少见了 那会变成是一个零星的一个示威的活动 对照到现在目前的状况来看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2月1号的时候 初期的时候有发生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示威 那主要发生在两个城市 一个就是娘光跟娃城 也就是曼德雷这边 那这两个城市是 所有商业活动最频繁的两个城市 那初期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的人民 走上街头然后去做示威 那经过在三月中旬下旬开始 有大规模的这个开枪镇压之后 那大规模的示威有变少了 那只有零星的这个示威的一个活动 对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如果就像您讲的 台商现在看到社会或者说街头局势 是这个样子 已经没有大规模的示威 但是大家社会上气氛受到很大的冲击 台商还能够维持原来正常的商业运作吗 目前在2月1号发生这个变动之后 人民开始做一些示威 最先开始的是银行的营业的部分 在2月1号那时候就是 政府就是有公布 就是说银行没有办法正常的营业 那示威开始了之后的话 那人民就是员工 有一些员工也开始加入这个示威 导致于交通的瘫痪 那银行没有办法正常的营业 那有部分的工厂因为员工没有办法来上班 所以也导致于这些工厂有部分的在停工 那有些店面的部分 他也会担心因为这样子的示威产生一些动乱 然后让这个商家没有办法正常营业 是 那我们现在如果台商在投资缅甸的这些人 他们要怎么看待缅甸现在以及接下来的局势呢 因为毕竟看起来30年前发生过一次 30年后好像又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动乱 我们已经把钱投资下去了 我们应该要如何评估接下来的布局呢 那目前来看在缅甸投资最主要的国家 是新加坡还有中国还有泰国跟日本 那这几个国家目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商业活动已经暂停了 对啊 因为毕竟你看银行都领不到钱了嘛 可想而知工商业大概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 是的 那目前的话银行的部分他有规定 就是每一个人一周只可以领免币200万 那大约就是4万块的台币 那在这个公司的部分 公司的部分一个礼拜他大概可以领到2000万的免币 就相当于40万的台币 40万 那在这个账户跟账户之间的转账的部分 是没有受到限额的规定 那每一天大概可以去领款提款的人员 大概他有限制就是30到80个人 这个不仅仅是影响到公司的印作也影响到民生 就是人民的这个用钱方面的这个限制 都有受到一些很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银行一天办完80个人他就不做了 是要所以很多人民就要早早的去做排队 但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中国日本等等 我们东亚几个主要经济体 其实看来都有投资在缅甸 他们当地的一些撤资 或者说留下来的一些状况 您可以分析一下 目前的状况就是大型的 国外的就是大型的投资案正在评估的 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暂停的 那我观察到的部分 那有一些已经在投资的客户 因为他的目前台上最主要投资的都是 以劳力为主的成一业自协业 材料的部分大部分都要从国外进来 那现在目前他在这个清关的部分也没有很顺利 所以材料在二月的时候还可以正常的陆陆续续的出 可是到三月初的时候几乎那个清关的程序非常的慢 材料也进不来成品也出不去 所以会导致某些工厂他是没有办法去进行生产的活动 那有些公司他就开始在评估说那他没有材料 那员工的部分交通也不方便 那又开始有一些员工参与示威的活动 所以呢为了员工的安全的部分 那他们就开始考虑说将这个人员做一个资钱的动作 然后暂时就暂停生产 然后可是会留一些干部在现场 然后维护住当地的财产的部分 是我也想请教 如果说有一些有益的客户现在是暂停评估 或者说暂停投资的状态的话 我们以往我相信台湾的听众朋友 对于缅甸这个经济体的一些概况 是不会很熟悉的 起码我认为不会比越南跟印尼更熟悉 所以您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台湾也好 投资当地可能都是一些什么样产业为主呢 是不是内需为主 还是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会是这种外销出口导向的为主呢 我们这边可以看说 在缅甸投资的最主要的几个国家 新加坡中国跟泰国跟日本 那就产业面来看的话 最主要外资在投资的就是石油跟天然气 石油跟天然气 是因为缅甸的天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外资在投资的时候 就是天然气跟石油 还有电力的部分 还有矿场的部分 那这方面是投资最多的 那在后面 在2011年开放之后 进去投资的大部分是属于制造业的 那制造业的部分 最主要的部分是以出口为主的 我们可以从这边面 来看得到 使用员工最多的就是制造业 这些都是集中在阳光跟曼德雷这两个大城市 那这次示威会造成了这个制造业工厂 它的停工的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的 所以看起来对于缅甸2021年 今年的经济的伤害会是非常大的 是的 那在年初的时候 世界银行那边在评估的时候 缅甸今年的成长率大概百分之六 那经过这次的示威以及变动之后 会让缅甸的经济 目前评估是大幅的会衰退百分之二十 那以后的状况可能还要观察 所以从证百分之六 变成负百分之二十 是的 这中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衰退 是的 那我也想请教 如果说接下来我们还是认为 缅甸度过了这次风波之后 它总要结束这次事件 接下来台商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军政府如果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让步也好 或者说革新的措施也好 总之现在的缅甸政府 如果做出了哪些事情 台商就可以考虑重新回到这边来投资呢 目前缅甸的状况来讲 对投资面来讲不是那么的乐观 最主要就是在以前2011年以前 甚至包含2011年那时候 台商在评估要不要去投资 第一个考量到的是政治的稳定度 那另外一个接下来就是他的员工的问题 还有他的基础建设的问题 那现在大家最关切的政治稳定度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是短时间之内 应该是不会有一个结束 不会有一个结束 还没有好转 是 那目前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欧美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欧美国家 对缅甸的一个制裁的部分 那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说美国这边主要针对的是高阶的降临的部分 以及以金方比较有关系的企业做一个制裁 那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有针对这个GSP的部分有做一个取消 那因为台商最主要去投资的是成衣业跟自血业 那这个部分都可以享受到GSP的这个关税的一个优惠 那如果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制裁的话 那对缅甸的制造业来讲是有蛮大的一个伤害 那其实不管怎么样 这个制裁带来的伤害可能已经造成了 所以如果在当地碰到了一些投资上的问题的时候 这些疑难杂症 我该找谁啊妹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KPNG在缅甸那边也有会员所 那我们KPNG也负责经济部的台湾投资窗口的这个执行单位 有关于缅甸的任何投资上面的问题 那都可以来跟我联系 那我会尽可能的去协助台商处理相关的事 其实制裁也好政变也好 这些名词好像台湾听众可能大家会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距离很远 不过这就是一个探讨经济跟投资价值一个判断非常好的一个个案 因为就像今天妹提到的 上一次要发生这样子类似的事件已经是1988年的时候 所以当缅甸又再次出现这样子的个案的时候 我觉得探讨海外投资的朋友或者说企业主 你们可以善加思考一些比较一下 首先你当然要听听看在地的专家的观点到底是怎么看 接下来呢 什么样的迹象出现的时候 才会是重新回到当地投资的一个重点 就像妹今天提到的成衣跟制鞋业是投资缅甸的台商一个最主要的组成 所以首先要看到社会秩序也许平息了之后才能够思考重新投资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妹来到我们的节目探讨一下缅甸在地的投资的机会 还有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 也期待下一次能够再听您的专业的分析跟意见 非常谢谢妹 谢谢Peter KPMG知识音浪节目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拜拜 拜拜